这是德光岛,但是是你从未见过的德光岛,因为在这之前,这里都只是一片大海。 在普劳德工,我们建设了一个围棚。 围棚,指的是由堤坝围绕,加以保护,避免受海水冲击的低洼土地。 简单来说,就是围海造地。 我国2016年正式宣布将在德光岛建造小型围棚。 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黄巡才,勘察德光岛后受访说, 这个围棚会在低洼土地,实际上是1.2米以下海水平均。 我们会用很多少水,而且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大量的空间。 项目在2018年动工,今年9月宣布竣工,前后耗时大约7年。 9月8日,黄巡才总理再次清零德光岛,视察郡工后的围棚。 围棚工程主要分成三步。 第一步,筑起一圈高高的堤坝,把海水挡在外面。 第二步,把堤坝内的海水全部抽干。 这时就会形成低于海平面的一片新土地。 但因为土地低于海平面,一旦下雨就会积水, 所以最后一步就是需要一套强大的排水系统, 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作,确保土地保持干燥。 那围棚的作用是什么? 现在,德光岛围棚拥有长达10公里, 高出海平面6米的堤坝, 以及总长45公里的排水渠道。 在地图上,新土地的占地面积大约有800公顷, 相当于两个大巴窑市镇那么大。 这块地将主要用于军事训练, 从而在新加坡本岛腾出空间, 为国人提供更多住宅和设施。 其实,新加坡一直都在扩展国土, 从两个世纪前的578平方公里, 到现在大约735平方公里, 我国的国土面积已经增加超过两成。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填海。 东海岸,滨海湾, 博川码头, 这些大家熟知的地方, 都是通过传统的填海方式填出来的。 但传统的填海需要大量泥沙, 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大的沙土进口国之一, 一度面临印尼出口限制, 而马来西亚至今仍禁止向新加坡供杀。 德光岛的围田工程把沙土的用量减少了一半, 也让新加坡第一次实现在平均海平面之下填海造地。 虽然这是新加坡打造的首个围田, 不过这不是一个新的技术。 2019年,时任总理李显龙是这么说的。 荷兰有大约27%的土地都低于海平面, 因此他们有成熟的围田技术。 我国在打造德光岛围田时, 也向荷兰专家取经合作, 同时确保围田在热带环境下不会水土不服。